末的土地公廟 現在屋頂已經露出水面 探頭進到小廟內部 裡頭早就沒有神像 專面殘留水字 因為這原本是在水庫下面的 土地公廟 沒想到居然現身 五座的水庫人家看到 現在這樣就看到了 一看到小廟浮出水面 就知道這水情又吃緊了 上一次就在11年前 史密水庫目前水位 只有228公尺 距離嚴重下陷水位 只剩下4公尺 水面幾乎見底 泥土干枯均裂 等不到天上干陵 居民也害怕 這台海海中有 老爺村這條狗 所以現在我們煮的是 大片水的水 旺田興探希望趕緊下雨 水利處表示 若到達下陷 民生用水將會大檢控 農林年後恐怕就得 實施第二階段限水 這水恐怕就得省著點用 這裡來明治桃園報導